今天還不會明天就學會 大家好我是命小明 歡迎來到我全新的教學系列 明天就學會 那這個系列呢會比較深入的去教學 帶你們了解這隻英雄的出裝以及玩法 那今天呢我們要介紹的英雄就是羅兒啦 羅兒這隻角色呢我在這個月 至少已經打了上百場 所以我覺得我對於他的一些優點缺點 以及玩法都掌握得差不多了 所以今天就把羅兒的教學帶給你們 羅兒的魔紋呢我會選擇帶惡魔覺醒 因為惡魔覺醒可以補足羅兒在前夕CD不足的情況 大家記住羅兒是一隻很缺CD的英雄 他第一顆通常都帶40喔 因為羅兒在團戰裡是打持續輸出的 所以40可以幫助我們在團戰裡滑得更久 再來岔谷和鬼爪的選擇就是 對面控制多就選岔谷 反之就選鬼爪 再來附陣營我會選擇寶珠配上賞進獵人 這個版本我很不喜歡小兵斬殺 因為現在很多兵線都變成凱撒小兵 會讓你的小兵斬殺疊得很慢 羅兒奧義的部分我會選擇帶上 10個荒蜂 10個庇佑 跟10個純潔 那比較特別的是純潔喔 因為我前面提過羅兒是很缺CD的 所以在奧義帶上10顆純潔呢 達到10%-CD 再配惡魔覺醒的-20%CD 就可以讓羅兒呢 初時-CD直接-30% 羅兒的技能我推薦3個喔 首推的話是清醒 再來狂熱跟瞬移也是可以去做選擇的 我自己是有控制就帶清醒 沒有的話就帶瞬移 虐菜就帶狂熱 最後就是羅兒的出裝啦 那羅兒大部分的情況我都是出上面這一套喔 魔防鞋 惡魔的微笑 狙魂 仙靈 寶珠 跟 神聖法典 那如果對面沒有狙魂的話 可以把狙魂換成極寒之戶 那首先鞋子的選擇 要是對面沒控制 就直接選CD鞋 前期比較強 配上你的奧義-10%CD 再加上惡魔覺醒-20% 你第一波龍戰的時候 就可以有-40%的CD 但是如果對方控制比較多 第一件鞋子還是要上聖騎士戰靴 再來呢我們第一件核心裝 就是惡魔的微笑 在把大裝買出來之前 我們都一定要先上魔力手鐲 先去撐我們的CD 魔力手鐲出完之後 再把惡魔微笑合上去 那再來下一件如果是極寒之戶的話 我們就一樣先上魔力手鐲 反正記住如果你的裝備啊 小裝裡面是有 魔力手鐲的 一律先上魔力手鐲 先撐CD 那目前這樣子我們是20%的CD 加上奧義就是減30%嘛 還剩下10%的話我們可以再上一個魔力手鐲 先到40% 然後再慢慢把仙靈啊 之類的裝備出出來 出出來之後啊再把魔力手鐲賣掉 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最後兩件裝就是寶珠跟 法典 那如果你覺得對面的陣容不需要先禮你也可以把它換成 生命法杖 總之你的裝備一定要撐滿30%的CD就對了 連招2321 使用時機呢是有惡魔覺醒的時候 並且你的減CD 達到30%或40% 第二種情況呢 連招變成2312 使用時機是你的減CD還沒達到30% 然後你的惡魔覺醒還沒冷卻好 接技就必須改成這樣 連招從232改成231的原因就在於 冷卻要是還沒達到30% 你二接三的瞬間 你的二技能是不會馬上刷新的 會有零點幾秒的延遲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再多塞一個一技能 再接上二技能 那蘿兒這隻角色呢 通常不會拿來首搶 因為可以克制他的角色有很多 像是莉莉安 克里希 薩加 這三隻角色呢 都可以很好的壓制蘿兒 那蘿兒這隻角色呢 通常是拿來克制戰士 或是坦克類的英雄 所以是一隻比較需要看時機出場的角色 OK那馬上進入到我們的實戰啦 基本上蘿兒在打線上的話 通常是拿不到什麼優勢的 所以前期的主動性啊 通常還是看輔助去決定 這把我們的輔助是芽芽 所以 這一場的前期來說 我們中輔的組合是相對比較劣勢的 那因為前期輔助也沒有來幫我 所以我就是到紅區 看一下敵方有沒有入野 如果沒有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拉回藍區 去幫納克吃這隻野怪 像是選到這一類就是前期比較弱勢的角色啊 我通常都是會選擇 直接幫打野做吃野的動作 蘿兒其實是一隻四等角 那你要盡量在龍戰之前呢 農到四等 所以其實四等前啊 我不太會去支援隊友 都是穩穩的吃兵線 然後蹭一下打野的野怪 這邊中兵吸完呢 我們照慣例喔 再繼續吸打野的野怪 蘿兒前期抓人的能力很弱啊 所以我們只需要穩住自己的經濟 趕快上四等就對了 那這裡業績白木走過去啊 我們就 過去打個消耗 看有沒有機會做擊殺 2技能1技能 硬機爆開 很可惜 差一點傷害喔 那這裡看一下時間已經來到1分30秒 所以我們要注意 打野很有可能會支援 那這一波呢就是我完全忘了時間啦 我自己貪了這顆人頭 所以 導致這一波算是 虧了一個很大的節奏 那這邊復活回來一樣優先上四等 這裡看到 齊爾 剛吃完凱撒 跟隊友碰撞起來 我們趕快下去支援 這裡上了四等的蘿兒 還是有一定的殺傷力的 這個齊爾把大絕交在納克身上啊 我們就直接開滑了 這個美娜呢 也絕對擋不住我們的 因為我們畢竟 天生就是比較克制這種 坦克類的英雄 這一場打薇拉的話 如果我們沒有清醒 就不要主動開戰 等他先丟愛心 再用2技能去躲 那玩蘿兒要練的就是 這個2技能 要盡量能用2技能去躲一些 關鍵的控制 所以薇拉愛心交出去 2技能 直接躲掉薇拉的愛心 反滑他一波 那剩下這個美娜 絕對只有被我們暴打的份 這裡跟上隊友繼續輸出 齊爾交大絕我們稍微往後拉一下 到我們的法陣內 可以看到在法陣內的話 我們傷害其實還是挺可觀的 這裡敵方射手支援下來 我們就往後撤 那這裡我會直接往下走 是因為我們的打野跟輔助 都是在紅區喔 我才敢這樣直接走 那這裡薇拉又把愛心給交出去了 那躲掉關鍵的控制技能之後呢 就是我們反打的機會啦 2技能1技能 OK 再把薇拉給收下來 那2技能稍微躲一下 721技能 最後呢 2技能拉開滑到塔下 那這邊我們沒有大招 就不要太練戰 那如果是面對坦克的話呢 我們就是 無情開滑 坦克拿我們真的是 一點辦法都沒有 剛好機會教育一下 如果你是打輔助的 你的AD或是隊友不在身邊的話 你就不要去踩視野 也不要去清兵 因為 你踩的那個視野跟 清的那個兵都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你隊友跟不到 反而你還更有可能會被單抓掉 那不管我們打什麼位置啊 眼睛都是要一直看著小地圖 這裡看到納克想要下來抓人 就是馬上跟下來 那這波是有清醒 所以我就是主動去滑這個 薇拉了 CD還沒好的話 我們就稍微先拉一下 這裡就是盡量拉打 交個凝霜躲個招 看可不可以換掉業績 這邊 哇傷害差了一點 這一場其實隊友蠻逆風的 大概只有我 還有卡芬妮是順風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一定不能打得太急 因為要是連我們都把人頭送掉的話 這一場直接倒掉的機率很大 這裡美娜勾我 直接開大 刷新二技能直接逃跑 羅爾這隻角色真的很怕射手啊 我們先看一下剛那一波 剛那一波我先手被美娜控制到 這裡馬上開大的原因是因為 可以瞬間刷新二技 然後馬上用二技拉開 要不然很容易就直接被 這個特爾安娜絲射到下課了 那接續我剛剛講的喔 羅爾真的是很難打射手的一隻法師 因為羅爾不是打爆發 是打持續輸出的 所以 對於射手這種角色來說 他們是比較怕高爆發的角色 所以羅爾的話 其實 不用太刻意說一定要去抓射手這件事情 就是穩穩的滑前排 然後 保持輸出不要死就可以了 那這裡雖然業績殘血喔 不過這邊我二技能往後滑 想要拉一下距離 但是二技能是沒有打到的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二技能在CD的話 羅爾是非常脆弱 二技能在冷卻的時候 就是羅爾最無力的時候 所以 大家多多練習二技能的距離啊 如果是在會戰裡的話 羅爾要是二技能空滑 那很有可能那波會戰 你就要直接拉掉 或是 就直接被對方瞬間 激活到暴斃了 所以要玩好羅爾的話 二技能掌握 我覺得應該是最重要的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一波 這裡敵方幫我們開了一個凱撒 這裡我跟卡芬妮直接 順手接掉 結果這裡卡芬妮 瞬移上前接控制啊 有點懶蛋直接被帶走 不過 對方死了兩個 我們還是有機會拼一波GG的 大家玩羅爾啊 不要太急著 在前期就一定要做事 因為前期的羅爾本來帶風向能力就很弱 穩著發育等後期呢 還是比較明智的選擇 再來現在這個版本啊 只要拖到15分鐘 人生都有逆轉的可能 尤其羅爾又是打團很強力的角色 有時候凱撒龍團滑一滑就直接逆轉了 OK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羅爾教學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記得訂閱 我是小明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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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